这辈子要想跟你交劲的话 你这辈子别给我走去龙主院 今天不讲明星 讲一下我的母校 黑〇丰职业学院 黑白往事 这是8月31日爆出的一条视频 学生会干部嚣张查警 出现这种新闻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的母校 不仅是学生会有如此大的官威 老师更是牛逼的上天 五年前 我在这所学校快毕业的时候 一名教我的老师 没有任何缘由地挂我课 他给说的解释是 我上他的课满情不够 我明明每节课都去了 但他就是一口咬定 我缺课 于是我打电话给他 我考清很好 为啥要挂我 不是老师 你那两个课我都去过 都去了吧 我一阵课没逃吧 你出钱很好 这我知道的没事 不是我为啥挂了呀老师 你想想 走吧 可以听说 他就是要为难我 但幸好我把出行很好的证据 录了下来 于是第二天上午 我把录音给了院长 说他为难我 到了下午 杨哲老师突然打来了电话 你胆不小啊你啊 给老师录音 什么人陪你 我现在说的话 你可以录音 你到哪说的都无所谓 我这辈子要想跟你较劲的话 你这辈子对我走出龙主角 不是老师 我天天上课 我也 我也那啥 我也有点 我跟你说 我没什么跟你说 从此之后 你什么事跟我没关系 放心 我这辈子我也不会 渐渐的逛你课 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明天上课 你劝脑给我滚蛋 对我来上课 不是啊 那我不上课 听到了吗 你这辈子 别想走出龙之院 并且以后再也不想看到我 我没听他的话 却上了他的课 于是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骂了我一节课 没错 我发誓 他真的骂了我一节课 龙之大专三年 不公正的事不仅此一件 例如听导员的话 帮贵为学生会的室友 背上打架的锅 要不然 他们的助确金会被取消 再例如顶着乌霾天跑步 这位名为杨哲的老师如此针对我 可能就是我不捧他的臭脚吧 大家都讨好他 我也想 但我那时很孤僻 想舔的 但不好意思 于是我就成为了他杀气近后的代表 想要混得好 那就舔老师 想获得奖学金 助学金 成为千人景仰的学生会干部 那就使劲舔吧 最后想说 好好学习 舔天向上 远离职业学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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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